一艘运输黑奴的沉船被打捞上岸 实验室需要对这些尸体进行身份确认 这是个枯燥而沉重的过程 但最令整个实验室惊讶的是 在这堆残骸里居然有一颗粉色的骷髅人头 这颗人头被贯穿了上岳 力气之大大脑瞬间致死 意思就是 这个人曾被像鱼一样勾在嘴里掉了起来 而且虽然跟黑奴的残骸混在了一起 但实际上 这个人刚刚死去不到一个月 也就意味着这是一场谋杀 通过数据分析 死者是个男性 年龄不到20岁 但拿着他的面部复原图 老布找不到任何以利失踪人口跟他对应 反而是在驾照数据库里找到了匹配者 而令人惊讶的是 这个人虽然看起来18、9岁 却已经猫狗双拳 失业爱情双丰收 而且登记的实际年龄是28岁 难道说 越过无数的骨姐也会看走了眼 然而见到真人后 大家才发现这是一场闹剧 因为这张驾照是盗刷别人信息得来的 这种行为损人利己 却导致受害者小红一家的信用有了污点 不仅卡被动了 还迟迟买不上房 气得小红老公大马信用卡公司 放狠话 要把盗杀他信息的人大谢八块 但从始至终 他们都没能找出这个人是谁 因此也就只能停在了料狠话的阶段 借助X光 估计发现受害者的腿骨和面部有些特殊损伤 这说明受害者小时候遭受过虐待 而且失踪这么久都没人报警 大概以前就是个没人挂念的小孩 虐待且缺爱 这种情况下 孩子很可能就会有离家出走的经历 这样一来 就算监护人不在乎 他的邻居 学校等相关人员 肯定也会报警 顺着这条思路 安吉拉把死者的面部烦恼还童 果然就在儿童走势数据里 找到了匹配者 阿伟从小就是个孤儿 但一直没能被收养 长大后就开始昏迹街头 前不久更是因为跟别人一起入室抢劫 被送进了少管所 为了查清阿伟的死因 众人只能去找他的同伙小帅一探究竟 行满出狱后 小帅来到一艘船上到酒保 这艘船可不一般 船上乘客只分为两种人 富婆和小白脸 富婆花钱找乐子 小白脸卖身挣银子 但小帅说 阿伟跟那些只会卖屁股的小白脸不一样 他不仅年轻力壮 而且特别有脑子哄富婆欢心 经常能拿到一些额外的好处 而这些富婆 很多都是有夫之妇 难道阿伟的死因 是因为动了哪个大佬的女人 小帅摇了摇头 这个答案大概只有老宝知道 来到家晚上 古姐和老布一眼就看到墙上挂着巨型鱼叉 巧合的是 这个鱼叉的尺寸 跟阿伟的伤口大小相近 因此阿伟极有可能就是死在了这艘船上 此时的船舱里 老宝正忙着跟小鲜肉滚床单 两人干柴烈火 甚至没能注意到柜子下面的蛆虫 拆开柜子之后 古姐推断这里曾藏过腐肉 可怜的阿伟估计是被塞在了这里 直到开进远海才被丢进海里 但老宝却表示自己对此毫不知情 他只是个皮条客 就算真的杀死了阿伟 自己也没有打开这个柜子的钥匙 那么钥匙都在谁身上呢 答案是船长 就在古姐和老布打算审问船长时 豪金发现这些蛆虫根本没吃过人肉 反而肚子里满满的都是奶酪 闹剧再次上演 柜子里会留下蛆虫 只是因为船长曾在那里藏了一块活取奶酪 但这一趟下来也并非毫无收获 因为船长记得 自己曾迷迷糊糊的看到阿伟在甲板上跟一个女人争吵 那他长什么样子 众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大家都有预感 这个女人或许就是查明谜团的关键 船长却尴尬的笑了笑 说她当时喝醉了 所以现在想不起来 谁也没想到 案件居然会卡在这个地方 还好小甜甜站了出来 提议把船长灌醉 还原当时的情景 就有可能唤起她的回忆 这一招果然有效 醉醺醺的船长吐出了一个关键句 那是个喜欢拨弄自己红色头发的女人 这句话瞬间点醒了古姐和老布 因为这个女人正是开头提到的小红 然而面对老布的指控 小红根本毫无剧色 她承认自己确实让阿伟当过小白脸 但她并没有杀人 甚至还挑衅地朝老布撂下一句话 就算有 你也抓不住我的把柄 这句话嚣张至极 却偏偏老布拿她没有任何办法 因为鱼叉上确实没留下任何痕迹 但就在这时 豪金终于破解了粉红骷髅的谜团 之所以骨头会呈现出这种颜色 是因为表面趴满了一种独特的菌类 而这种菌类恰好是食人鱼的最爱 因此 巧见食人鱼清理干净后 众人就得到了完整的骨架 并且在阿伟的腿骨上发现了明显的刮痕 还扎了一些奇怪的粘液 经过分析 豪金断定这些粘液来自另一种独特的生物 藤壶 这些小东西最喜欢趴在一些庞然大物上 当免费乘客 而船底就是他们最爱的场所之一 果不其然 豪金在船底发现了证据 在一片藤壶里有明显的刮擦痕迹 而这也就是为什么阿伟的腿骨上会有刮伤的原因 而且最关键的是 在这片藤壶上 最终还提取到了阿伟和小红的血迹 这下铁针如山 小红再也无法狡辩 原来盗杀信用卡的小贼不是别人 正是惨死的阿伟 在进出小红家里偷情时 顺走一点身份资料 对阿伟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 而当晚小红跟他争论此事 却不敲打碎杯子 划伤了手 怒急的小红把阿伟推到了海里 阿伟八主船边苦苦挣扎 藤壶就是在这个时候刮伤了他的腿骨 本来事情到这里还有所挽救 但阿伟慌张求生 嘴嫖地骂了一声老女人 而这句话彻底刺痛了小红 也断送了阿伟的性命 让小红手里的鱼叉 最终勾进了阿伟的嘴巴 在这艘欲望之船上 金钱和肉体可以是平等的交易 如果阿伟及时认错 或许小红也不会太过追究 但年龄永远是女人的命门 所以请谨记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用老这个字眼 去挑战女人的底线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剧行 请持续关注我 解锁更多悬案